整个的迪拜最为豪肯夸张的汽车展厅 在那长什么样兄弟 这可是迪拜 你看看我左手的 这不加急 跟不要钱一样 还扯什么呢 还聊什么呢兄弟们 走啊 今天又是见识别的一天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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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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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图 范图 哇 我等我听说你们车厂底下有一个超级VIP的那什么 对 有一些车在下面出来 国内能看到的基本上那边812啊 SF90啊 这一片几乎是每一台国内都看不见 SL6 但是没有那么贵的 这个国内是有收藏级的 这家卖到八位数什么比以上 八位数 之前说去说是和拉法要卖到一个价 一个价 这边还有一个照的地方 这个我们最后揭晓一下 就你想想这布加迪的补照 他找 你想想他得是啥吗 这个SAN 这个我之前蓝博的博物馆看过这个车 最新款蓝博精力大牛的奠定者 最新款蓝博精力大牛 就是依托他的设计语言出来的 当然了这蓝博在这稍微显得有那么一丢丢暗淡 因为它的隔壁 这个颜色我从来没见过 这是全球唯一一台的 哇 这内饰也是橙色 我还发毛皮的 奔驰的Black Series 这纽伯格林北环最速圈速记录保持者现在 这个周董有一台 但它这个应该是一个更限量的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金色的伊丽绅 中东限量到皇冠版 10台 麦克兰SL 对 而且是一个全新的状态 71公里 这个让我老家问一下这个得多少钱 这个也是400万迪拉姆 迪卡车比我想象中便宜的 还要再多一点 这765LT 也是国内没有发售过的一个版本 法拉利Monza SP1 这台车也是全球限量 而且是必须是法拉利的超顶级VIP 才有资格预定它 这一个logo是一台飞度 法拉利做了一个SP系列 Monza SP系列 联共做了三种 一个叫SP1 P2 P3 这个P1就是一个座 P2是两个座 P3有个专门的名字在中的 这是普通的花花洲的词 全球范围内它的价值都是很恒定的 这个车现在卖多少钱 这套价是较到1450万左右 3000人民币大概400多万美金 这个家号是 77号 这车怎么那么适合我 我归你叫77 这个在迪拜这边的买车的主力消费群体 其实是本地人加上欧美的人 包括我们的亚裔这边的人 大家都是主力消费群体 不会说只有说中东的同会来买 这个是布加迪110周年的 这边就是 传说中迪拜最顶级车行的 我们这都是18几几年的 这真的就是18几年的画 大部分是18几几年的油画 你离他远点 离他远点